大家好 立刻的第812题 最大三角形面积 我们可以读一下题 那是它在二维平面上 那么这要周围系上的 xy平面的点构成了point 这个list或者数组都可以 那么其中的点呢就有x左标 y左标 其中任意三个不同的点可以构成三角形 对了 这里面点的个数呢是大于等于3 小于等于50 任取三个点都能够成一个三角形 那么下面的例子呢是这样的 如果还给出一二三十五个点 那么这五个点呢 这三个点构成一个三角形 这三个点构成三角形 任何三个点都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 那面积巨大的呢 从直观的可以看到是这个三角形面积巨大 也就是周围面积巨大的 这不是红色 这不是黄色吧 周围面积巨大的这个三角形就可以了 它的面积输出来 点在3到50 xy坐标可以为负的 可以为正的 负50到50之间 给出的所有点都不相同 那首先呢 这个在结析几何里面吧 肯定要算两点之间的距离公式 任何一个三角形 它是三大边 三大边我们都可以算出来 用距离公式算出来 根号下 我写一下吧 根号下 x1 x1-x2 y1-yl分别平方 这就是它的公式 那么它只用可以用的购物定理把它求出来 很简单的 y1-yl 这就是它的两点之间 这x1-y1是其中一个点坐标 x2-yl是另外一个点坐标 就是它们距离公式 另外三个边有了 这三边长度有了 距离2有了 那么怎么求赛尔一些面积呢 那我们用到了海伦公式 海伦公式是这样的 面积等于根号下 sxs-axs-bxs s呢是半周长 就a加b加c 除一二一半的带入就可以了 那这我们刚才就求过了 这个三条边的边长 公式知道了 然后把带入公式就能求解了 直接提交一下看对不对 好 这里的话加口号 中间刚才因为我没录 就忘了 要讲一下怎么 写完以后先提交 提交完以后 成余通过了 我大家再讲一下 刚才忘了入了 那么p-line呢 就要找出这个 整个这个数据 或者类似走的长度 里面有多少个点 最大值 哪里是最大面积的放在 这个lice的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用三种循环暴力搜索 好 这个第一个i 那么是取每一个点 j呢 我们因为是 这个就不需要排列了 那么一二三和三二一 一二三一都是一样的 我这个规则就是说 三个取出来的值 第二个值 j的值要比i要大 k的值比j大 第二个话就不会重复 那这里就是i加1 j加1 然后d distance距离 第一第二第三 分别求这三点边的边长 边公式 这根号下 x1-x2 括号的平方 加上y1-y2括号的平方 还更好 这就是距离边长 那么直接写进去 第一个点 ri点和ri点的x坐标 和j点的x坐标 就x1-x2 ri点的y坐标 和j点的y坐标相减平方 又是一个值 这里同样道理 求出第二根边长 第三根边长 三个边长有了 用海龙公式 s等于半周长 三条边 ab加b加c的一半 然后边际为了确保 这里面的值 可能会有负的 其中有一个或两个会负的话 那么最后加abs取决率值 保证它肯定为正的 因为开根号一定要为正数才行 那就不会出错 这样area就等于这个找到 然后如果面积比穿处的值要大 那找一个新的一个 新记录一个最大面积 把它存起来 来拉一层 最后取冠全部结束 返回拉一层 那这就是我们最大值 就需要求的 好 这就是这期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